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子在地形片中 阐释了败军之兵的六种情形 深刻地揭示了 这六种败兵并不是因为天灾 而是人祸 是由将领的过失造成的 其中孙子特别强调 将领懦弱而失去威严 治军缺少章法 足力无所遵循 列兵布阵杂乱无常 就会带来乱兵 西汉时期 一代英主汉武帝 在晚年时期 愈加年老昏溃 竟然把征讨匈奴的重任 交付给一个叫李广丽的人 恰恰就是这个 庸禄无能 只上谈兵的李广丽 带兵如同儿戏 竟然让征讨匈奴的七万汉军 全军覆灭 自己也背负投降 可以说 李广丽带的 就是典型的乱兵 那么 汉武帝究竟为什么 要向李广丽托付如此重任 李广丽率领的汉军 为何会杀鱼而归 孙子在地形片中的观点 还会带给我们 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国防大学马俊教授 继续走进百家讲坛 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 今天播出第四部第二集 绿人也要绿己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节呢 我们谈到了 孙子地形片 绷兵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一节呢 我讲讲孙子兵法 地形片另外一个观点 乱兵 什么是乱兵 乱兵是如何导致的呢 咱们先讲一讲 西汉时期 一个叫李广丽将军的一些事情 俗话说呀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这句话用在李广丽身上 是太贴谢不过了 那李广丽是谁呀 谁是李广丽呀 这话啊 还得真的从汉武帝说起 这个汉武帝刘策啊 他身边有一个抱狗的太监 这人叫李延年 这个李延年呢 他有个特长 精通音律 如果啊 不是他因为违法犯罪了 叫汉武帝时期的这个当地政府啊 给出于公刑 然后才进宫 当太监呢 如果不是这事啊 这个人呢 还真是历史可能有名的 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他懂这个东西啊 有一次 这个人走运啊 马走标啊 这个兔子走运 枪子都打不着啊 这话用在李延年身上 还真贴谢不过了 这事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次在宫廷的舞会上 歌舞会上 这李延年呢 创造了一台歌舞 这歌舞啊 有段歌词是这么写的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故清人城 再故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多 什么意思呢 他讲啊 在北方啊 有一个美女 亭亭玉腻 恶多多之啊 好 好到什么程度 他一回头 过来了 全城的老百姓都来看呢 大明星 没到什么程度 他再一回头 全国的老百姓出来要看他 所以这种美女是难得的 尽管历史上有一些什么 美女祸国殃民 红颜多祸水 但是像这种美女 人世之精品 百年难遇 家人难再得 这个歌舞的歌词是这样的 这个汉武帝在上面听了之后 就咽了一口吐 但是呢 却说了一句 顺口说句 夸张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人呢 真夸张 他说这话的时候 他没想到 他身边站了一个他姐姐 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讲 这个李燕年 这个抱狗的太人 他的妹妹 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呢 啊 真的 真的 汉武帝一听之后 立即招 李燕年 把你妹妹进宫见价 在李燕年回去的时候 第二步第二步之后 就把自己的妹妹领来了 汉武帝一看 呆了 浑身麻木 为他美貌所倾倒 于是把这个女子 收进宫内了 称为李夫人 在一年之后 就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 昌义王 没想到 正应了那句话 什么 红颜薄命啊 这个李夫人不久啊 生完孩子不久啊 什么病不知道 常后风 不知道 深眼成科 不治 而是 得重病了 没有治好 就死了 在一死 这个汉武帝 他突然想起 李夫人临走 跟他说了一句话呀 临终的时候 他说陛下 见谦没有福啊 不能在寺后左右了 我没那个福气 只求陛下 能够让我的兄长们 带我 侍奉 陛下 好吗 当时 汉武帝点到 行行行行 你什么要求 只要你好起来就行了 结果呢 答应下来 这个人都没了 我汉武帝从这一点来讲 到 说话到算话了 他突然想起这件事了 然后 这个李夫人临走 交代我这么个事 实际上啊 汉武帝心里清楚 那是 给他兄长要官的 所以汉武帝就想 我都管 否则对不起我 我的美人啊 于是 他要通过任命 这自己的李夫人 这个妃子啊 这两个哥哥 来完成 来干嘛 来把自己的 失去 李夫人的 这个失落感呢 给呢 减弱一下 要不天天想 所以他任命 这个李夫人的二哥 李燕年 为邪律都尉 什么叫邪律都尉 非常复杂 邪律都尉 如果简单 就现在的歌舞团团长 那么让 他的大哥 李广丽 就当了将军 李广丽 何许人言 他是一个 公子哥呀 李广丽 你是靠着 你的妹 最后靠裙带关系 没有任何的 军政精力 最后 平步青云 这这么个官 这个汉武帝呀 也是一代 英明的君主啊 他就琢磨着 自己这个大舅哥 没有寸功 也没打过仗 我就当将军 人家肯定不服 于是他让李广丽 让自己的大舅子 你去领兵打仗去吧 你到大渊国去 行吗 大渊国就是在中亚 今天的中亚 所以汉武帝 想在让自己的大舅哥 打一仗 打赢了 树立在军内的威信 所以这样 公元前104年 李广丽就率了 6000铁骑 骑兵 数万步足 步兵 离开长安 出狱门关 到大渊国去打仗去了 你想那边人白给呀 大渊国是殊死抵抗 汉军伤亡甚重 最后呢 没有粮草了 粮草断绝 兵远枯竭 军心大乱 那李广丽就看到这时候 不好啊 这哪成啊 于是他才说 咱们走吧 据史书记载啊 李广丽 他没有请命 这一点他都学得快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他没有请命 请旨 就擅自带军队 往回撤了 他这么一撤 一直到撤到东黄 准备呢 进 玉门关了 到这个时候 他才向汉武帝报告 他说 道远多伐使 且 士族不换战而换鸡 人少不足以把缘 缘且 罢兵 于发而复网 什么意思啊 啊 人困麻烦呀 兵员枯竭 现在不能打了 我们在这儿 回兵先修 先不打 然后修整一下 整个恢复战力之后 我才回来 你到东黄的时候 你才 上了这么一个折子 这汉武帝可以活了 拔人大怒 下指 君游赶入 斩制 谁赶入关 杀了他 不让你入关 这个李广利一声呢 胆子下呢 炸破了 要杀头啊 此事 没有进玉门关 只能在敦煌筑察 而后呢 李广利又率军 大匈奴 结果在呢 结在什么 叫燕园山 就是今天的 蒙古国的 韩岸山 一败再败 汉军死亡 惨重 他又不接受教训 你倒接受教训呢 你这聪明人 你不在一个地方摔 两次干动 你下边有东打仗的 你装什么呢 孔子不讲 不耻下问吗 本来你就认明 你就是一个错误 结果你又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就让匈奴给赚了空的 匈奴呢 夜间就在他们的 李汉 李广利的汉军门前 挖了一个很深的大豪狗 然后呢 从他军营后面打他 夜袭 李广利以至汉英 在李广利他们军队 孙一梦中一样 火光仗天 喊沙声不断 哎呦 这坏了 然后窗狂应战 举着打开前面的大门 拉开前面的大门 干嘛 突围啊 一看突围 前面有个大坑 他跑得出去吗 所以这个军营 那蝴蝶喊粮啊 李广利还说 给我顶路 给我顶路 不许跑 不许跑 谁听你的 当时的汉军就恨不得 用现在的话讲 爹妈少生两条腿啊 到处逃命 最后李广利没辙了 率众 投降了匈奴 七万汉军的儿郎 就这么仗送在一个 一个棒吹到手里头 李广利 所以给国家民族 带了个极大的灾难 那李广利后边呢 后边他的下场也惨 最后被匈奴给杀掉了 那么李广利遭到惨败的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遭受如此大悲 孙子给予了回答 孙子说 降落不严 教导不明 立足无常 正兵纵横 约乱 什么意思 讲的是降帅软弱 而没有尊严 对士兵的要求 训练 没有什么章法 教导不明 那么这两个原因 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降帅与士兵之间呢 背离着正常的刚技 军武斗志 上不知下 下不尊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他摆兵不振 一定扎乱无常 而军队到这种情况 就叫乱兵 乱到了极点了 李广利不懂战法 甚至连最基本的军事 上次都不知道 官兵啊 他心里明晰啊 在这样的降帅 指挥下 无疑等于去送死啊 你这样怎么能够在 官兵中建立 崇高的威信 建立不起来 自己的威信 如何治理好部队 你治理不好部队 如何去打仗啊 对降者来讲 治理好部队 就是赢得未来作战的 最基本的条件 那么在一支军队中 显而易见 将帅的威严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具备了威严 士兵产生了敬畏之心 才能对他降帅下达的命令 另行禁止 不打折扣 才能这样 不得丝毫背抗 而李广丽 最后他的目的 之所以成为乱兵 如同眉头长眼一样 四处溃散 我也就是从反面 证明了这个观点了嘛 乱兵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网友提问 李广丽担任的将军 究竟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李广丽当时担任是二次将军 二次将军是个杀号将军 汉武帝 当时汉武帝让李广丽去大渊城的二师 也就是今天的吉尔斯坦的澳石城去要梁马 所以任务有了这么一个二师两个字 二次将军 孙子认为乱兵的出现 根本原因是在于军队平时的训练和管理出现了问题 导致军队出现大乱 而要避免出现乱兵 军队的管理者就必须要时刻注重训练和管理 时刻注重从严待军 在这方面 二战名将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创始人之一 朱可夫元帅 就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 在他的麾下 名将如云 战斗力极强 朱可夫本人 因为在苏联各地协调指挥 战功卓著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消防队长 那么 朱可夫在军队管理上 究竟有哪些过人的地方 他的管理原则 是如何生动印证 孙子兵法智慧的呢 朱可夫大家就知道了 苏军的名将 是该写历史的人 1939年8月20号 他在诺曼坎 指挥他的机械化部队 大败了日军 迫使日军放弃了北方战略 开始转而经营南方战略 什么叫南方战略 依托中国为根据向南 进攻东南亚 与美国 英国 荷兰 法国作战 南方战略的追踪 就导致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而北方战略 依托中国为根据向北 进攻苏联 占领西伯利亚 日本人之所以没有 最后呢 坚持北方战略 就是在诺曼坎 造的一个惨败 他放弃了 而诸科夫 在诺曼坎作战中 他手中这个机械化部队 就是他训练出来的 可以说诸科夫 是苏联军队 机械化部队的创始人 而他训练这支部队 他有三原则 什么三原则 一 擒跑路 二 将养成 三 尝试犯 下面我给大家呢 分别解释一下 擒跑路 什么叫擒跑路 扎下去 领导干部 要扎下去 不要高高在上 所以诸科夫总是 在他的下级部队 到下面连队看 发现问题 极其是解决 当时他当团长 39团团长 苏军决定 托哈杰弗斯基 要建立小型的 机械化部队 就把他这个 骑兵39团 改为坦克部队 吃油的和吃草的 不一样 所以那一段时间 这个诸科夫天天在连队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有一次 他看到几个兵 在训练的时候 结果在 席边坐在聊大天呢 他过去了 你们干嘛呢 为什么在这聊天啊 士兵说 团长同志 堂克坏了 开不动 当时诸科夫听了 没有说话 叫来机械师 你们过来 看着他 你看着他 怎么修理堂克 诸科夫就在旁边看着 堂克后来修好了 诸科夫对士兵们 他说 如果你们不会 我交给你啊 如果你们不想学 我们就强迫你学 总之 你们要成为 一名优秀的堂克手 这就很快在全团 创开了 成为呢 三十七九团 训练管理的一个新的理念 按照诸科夫的讲 军官只有走到士兵 才能发现司令部 发现不了的问题 并且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 你多好啊 克服官僚主义 高高在上 这叫擒跑路 二 将养成 为马的 和开堂克的不一样 所以就是诸佛认识到这一点 武器装备越复杂 就越要搞好 养成教育 否则一个极小的疏忽 都可能带来极大的灾难 最后影响作战结局啊 这个 这个诸佛这个人啊 他不太愿意讲话 也不愿发火 据苏联的一些资料表明啊 就诸佛服 他很少发脾气 或者暴跳如雷 像巴顿似的 没有这个事 他制冰 他制军 靠的是制度 而不是责骂 三十军九团有意 非常完整的 规章制度 你比如 唐克手 唐克兵 是把这个唐克 开在了车库里面 必须穿工作服 做驯服 离开了车间 必须换下这些工作服 晚上回来 必须擦好 清洗好车辆 你才能睡觉 否则毫无犹豫的 给你送到军法医 军事法院 去处理 让开 几个 讲个故事 有一天 一个连 训练很晚 回来了 暂时 大半夜了 再过两小时 天就亮了 所以唐克连长 就跟车厂的 值班军官说 能不能明天 我们起来 再清洗唐克 你按照我方程 说按照诸葛夫的规定 要当年晚上清洗唐克 能不能明天清洗 行不行啊 值班军官呢 有点为难了 因为他也是兵出身 也理解战士们的疾苦 你明天一大早就清洗 行不行 我肯定清洗 不会给你找麻烦的 好好好 行的行的 那你去吧 小声点 别让别人知道 还嘱咐了这么一句 所以这时连 他跟唐克咕噜噜噜噜噜 停到车位了 然后吸的火跳出来 然后钻出来 唐克就回到宿舍去 呼呼打碎了 他们碎了 有一个人可没碎 所以谁呀 朱康夫 他没碎呀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兵 还有一个连在外边呢 就是这么个人 兵不回来 他不踏实 他就外边转悠啊 一会儿就转悠 还没回来 等再来一看 这个唐克已经会 在窝里趴着呢 诶 怎么没刷车啊 然后他把那个值班军官 叫什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值班军官就低下头 就把这事原委介绍一下 说恶不 就说了下来一番话 乐意啊 帮助同志是件非常好的品质 先表扬了 那么但是你瞧 你不是帮助他们 恰恰恰 你不实行规定啊 反而猝死他们 违反了军纪军令 大家很疲劳 我也知道 但是他们应征入伍 就是要使他们受到训练 能够适应未来战争的艰辛 与严峻的考验 现在演习的疲劳 与战士我们将遇上的困难相比 什么 那不过是娃娃家的游戏罢了 你将因此受到党的审查 就要受到党纪的处分 讲完这种话 去 你把这个连长给我闹来 保持连长这个连的所在里 营长给我叫来 这个连长和营长就过来了 过来诸葛夫说的 你们必须给我擦谈了 擦完之后再说 这连长和营长知道 自己可就犯了大错了 于是把战士们给弄醒了 两个小时之后 他天儿可就快亮了 唐克清洗了 干净了 诸葛夫呢 叫战士 你们回去睡觉去 你们俩留下 谁留下 连长和这个连所在的营警长 然后他说 这次你给我的印象 是什么 你当连长还不够资格 你不配 下次 你要再这么干 就不会有这么 幸运了 我可警告你 意味着什么 要把他撤了 这就是 将养成教 一死不苟 另行禁止 直纳打纳 动作到位 三 尝试饭 喊破嗓子 在诸葛夫看来 不如坐车样子 他有一次检查 全团的军纪 结果有一个视频 他的皮靴没有擦干净 他问指板员 来 你有什么感想 为什么 这个指板员一看 你为什么 他讯到那个 没有擦干净皮靴的病 你为什么告诉 没有把皮靴擦干净 诸葛夫说 我说的是你 我问的是你 而不是他 我不需要他回答 我就听听你 对这件事的看法 这个指板军官 顿时两个就紧张 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了 诸葛夫这个时候 缓了缓口气 他说 说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问题 不是薛尊 没有擦干净 而是你对这件事情 不重视 他可能是忘记擦靴子了 可是你应当在士兵们 出勤之前 就要求他们擦好靴子 事情糟糕就糟糕在 除了团长以外 显然没有别人 能够帮助他 擦擦靴子 团长就是诸葛夫啊 说完 他让人给我拿个凳子来 把擦鞋的工具给我拿来 让那个士兵 一只脚踩在凳子上 他给这个士兵 他擦开靴子了 很快诸葛夫 把士兵的靴子擦干净了 一只脚 那只呢 诸葛夫放下 那只要你自己擦 擦好后 你和值班员 一起到团部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那么这一件事 在三十九团 引起不小的轰动 从此啊 再也没有人将把制度规章 当成儿戏了 这就叫讲规矩啊 全人都非常重视 这个养成教育 诸葛夫的三原则 就体下了孙子的降落不严 教导不明 立足长振兵纵横 这个观点 就乱兵了 那么将军在制兵 方面一定要有威信 要想有威信 叫日记在前 责任在后 你就要这样啊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作为一个将帅 无论在业务上 技术上 思想上 作法上 都走到军队团队的前面 让部署感到 跟着这样的头 心里踏实 心里安全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 还有网友提问 朱可夫元帅 严格要求士兵 擦靴子的做法 到底有什么战场 实战价值呢 按道理 军人擦恶靴子 跟作战力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是养成教育 细节养成 细节有个定力 1%的失误将导致 100%的失败 朱可夫通过 军官士兵擦靴子 来显示他的理念 另行禁止 直哪打哪 动作到位 一死不可 除了在训练和管理上 严格要求 另行禁止 将帅自身的 以身作则 也是至关重要的 抗战时期 我军著名抗日将领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 兼政委 彭雪峰 就是率先锤犯 以身作则的典范 那么 彭雪峰将军 究竟有着怎样 感人的事迹 当地群众 为什么胜在 新四军 是天下文明第一军 我们从 孙子兵法 地形片中 还会得到 哪些启示呢 彭雪峰将军 是我新四军 在抗日战中 阵亡的一个高级将领 他在抗日战争前线呢 他始终是 言语立即 率先垂范 与下军 战时同甘共苦 大成一片 微信极高啊 我们党的优秀的 政治工作者 他是 他是师长啊 做群众工作 不次于那些 专职做群众工作的 中国干部 给大家举个事例 1939年 彭雪峰率部队 3400人 到了河南的 永城地区 这个时候 这个地区 这个大汉啊 也是抗日战争 艰苦到岁月的时候啊 正好是春汉 老百姓没粮食 本来就春荒春荒 你在这个 有这个春荒 这个种子弄不进去 不发芽啊 汉的 怎么办 当时 彭雪峰 焦急万分 决定 卖马度春荒 他率先去摧饭 把全身的马匹 集中起来 几十匹 卖了 干嘛 买粮食 给断摧的 那些农户们 送粮食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春波之前 彭雪峰将军 还又拿出一点钱 给老百姓买种子 这老百姓 永城地区的老百姓 你想他什么心情 感慨不已 纷纷战了 秦氏军 乃天下文明 第一军 彭将军 卖马即贫 亘古未有 有此人已知识 何丑 倭寇 不败 这是当地老百姓 写的当时的战事简报 所以彭市长 不搞特殊化 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 始终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所以我军才能敢说 我是人民的子弟兵 而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了 毛主席当时听完之后说 彭雪峰啊 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给极高的夹赞 就这个 谁说的 就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将呀帅呀 包括地方的官员呢 你99%的领导者 是个人所展现的魅力 智慧 与微信 再加上一个 百分之一的权利 你才能成功 你有这种微信 有这种魅力 你才有呢 你自身行动的有效性 人就愿意跟着你干啊 那么首先你 他干到前面去 所以孙子这个乱兵的观点 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就是 就是什么 律己 升连 连则 升位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